快乐 杨阳刚才用了一个气泡烟 快乐 嗓嗓嗓嗓嗓嗓 纠结嘛 是有一点点纠结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 很多东西都是离不开快乐的 比如说一些健康啊 也是需要快乐的嘛 而且什么亲情 友情都是需要快乐的 其实就是那个快乐 并没有说像之后我要 扔的那几个那么的重要 所以我就把快乐扔了 你好像扔掉的都是 属于一些自己的东西 扔的快一点对吧 对 你以前最忙的时候是 365天不歇是吗 我基本上也一年就一步写 然后就让自己空下来 那就还好 那如果像比如说 像青春环游记这种 就一年就要录一次 刚刚是 在这打嗝了 听跑步老大了 两个综艺一部戏多不多 多 也多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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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得 一年要参加一部戏两档综艺 哈哈哈哈 你建议这一趴怎么剪 我不知道 怎么剪 哈哈哈 你这休息了这半年都干什么了 我来录这个就是录综艺嘛 这算休息吗 怪不得这么放松 打嗝打嗝 哈哈 所以你的意思你不拍戏就是休息 对对对 等于戏下来就等于是一个休息的时候 那戏这个戏我真的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聊一聊一聊 一聊一聊 哈哈哈哈 然然你是连续的阁是不是 我对 那怎么办 不知道 我就慢慢又缓过来了 呃 哈哈哈哈 要吓一下我妈说的 不是要突然间问一个什么别的问题 可是有什么玩法 好你这是老准了 你憋会儿去憋着 止住了哈 止住了 成生 我第一个扔掉的是健康 健康啊 你这个 你没有这个号 那怎么成啊 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 哎呀 人要拼命的活着 对 然后我就潇洒走一回 你是一个不求活非常久的人是吗 几岁你觉得够了多少岁 就是只要活出一个帅气的样子 那小时候老师没有教过你吗 就是健康是一 后面的东西都是零 重新排吧 你不应该把健康排在第一位 哥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选吗 因为他没有怎么生过病 可能纯纯还没有体会到 健康对他的重要性 我觉得他还小 像我 我没把说 这个孩子呢 是不是啊 他他没有生过病 他不知道生病的 就好疼啊 对 就这句话一下就感染到我了 对 就是因为我们生过病 我们会生病的时候会很害怕 怕到什么程度 就是 这个肝病 他 好丑这个事 一个医院能给我误诊 你相信吗 当时要给我住院 我人生开始恐怖到什么程度 我才知道有病的人 他们被疾病吓倒那刻 是什么样的心情 没经历过 谁也不知道那感受 人生没有光了 就我每天我上舞台 观众对我的那种呐喊呢 什么都不重要了 当你回到后台 你戒掉庄以后 你回到家这个开车的路上 你就会听到 凡是关于跟肝字有关的这个字 说谁得肝还去世了 这边正拍着戏呢 戏里面 一下就碎了 谁要说到 哎呀 长春市什么什么 山东市什么什么 肝病医院 专制什么 一听 哎呦又有希望了 这样悲观的日子 我时不时自己就偷门哭了 时不时自己偷门哭了 就是已经刺激不到我了 但是我人生是悲观的 我一哥们看我这状态受不了了 就给我抱着挂号了 那医生他们看我 就是那种眼神 哎呀 就 你不知道很莫名其妙的一种 恐惧 他们也恐惧 他们恐惧都害怕 真是这个结果 当查完以后 在那等结果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护士一会儿给我断点水 我都不停地要感谢 其实我的汗都从这下来了 我就觉得我咋怎么弄 就那一刻 你哥咬着牙跟 我就从前人生 那么瞧不起自己 我就太瞧不起自己了 然后那个主人拿回来了 老半天就是 叹了口气 叹了口气 哎呀 你在哪看呢 怎么开玩笑 你是多长时间事儿了 我说就快三年了 你根本就跟这个什么也不挨 你身体很好啊 当这个完事以后 我拿这个换单 比我历史以来 得过任何一个奖状都开心呢 哎呀都开心呢 就尝着 这一个故事讲给晨晨的是吧 把健康扔掉以后的 千万别住 别